好 今天的健康時間 我們要來聊到的是 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喜不喜歡賴床呢 不過相信很多人在這樣子 最近的天氣裡面 可能都一定會想要多在棉被待幾分鐘吧 但大家知道嗎 其實愛賴床不一定是一件壞事 現在甚至還有研究報告指出 如果是針對老人家的話 喜歡賴床甚至可以降低失智的風險 我們來看到這個研究呢 是台大醫學院在國際期刊 睡眠跟呼吸裡面登出來的研究 他們發現在週末起床前呢 如果老年人按下了貪睡鬧鐘 也就讓他多睡5到10分鐘 或甚至多賴床一下 對於65歲以上的老年人的大腦健康 是有潛在的保護作用 而這一份研究 他們其實耗了兩年的時間來追蹤 總共大約215名65歲以上的老人 那他們的研究到底詳細的發現了些什麼呢 我們對大家來看到 第一個他們發現有一半的 參加者也就是一半的老人 在週末如果比較貪睡的話 可以彌補 通常是為了要彌補 平日沒睡飽的時間 認知功能退化的風險 很明顯降低了74% 而且呢也可以有效降低 罹患認知功能障礙的風險 好我們剛剛在這個留言區 有看到很多觀眾朋友有在這個分享說 像會長他就講說 他賴床都賴掉整個週日 也有很多人小老虎說 他每天都在賴床 觀眾朋友陳怡也說他今天也賴床了 不過這樣聽起來感覺好像賴床也不一定是壞事啊 大家偶爾也是可以適時的賴床一下 我們緊接著在看到這個研究呢 他們就有發現說呢 周末如果補眠的話 其實可以降低心臟病發作 甚至還可以預防肥胖還有減少憂鬱 但是到底為什麼補眠可以保護大腦免於失智 事實上呢 科學家對於這個問題 現在其實還沒有辦法有一個很完整的定論 也就是目前還沒有辦法很竊趣的歸納出原因 但是有幾個方向 也許大家可以參考 科學家也大概是從這個方向去推論 第一呢 延長睡眠其實可以讓大腦有更多的時間修復跟休息 這就加強了大腦之間神經元的連結 第二個原因是充足的睡眠 其實可以減少我們身體裡面發炎的現象 而發炎其實可能跟失智症的發展 是有一些關係的 所以呢這個如果下次大家賴床或睡過頭的話 這個也許可以幫大家找一個比較好的理由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的是 不知道大家平常會不會吃早餐呢 有些人可能會直接習慣省略早餐 中餐多吃一點 就是這樣可以控制體重之外 還可以幫自己省一點錢 但是其實不吃早餐有時候會讓 這個大腦比較昏沉一點 而且吃早餐其實有非常多的好處 甚至當中還包含了控制體重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營養師就講 一般來說呢我們長時間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身體會消耗大部分我們儲存的能量 所以如果不吃早餐的話 其實身體非常容易感到疲倦 精神也很難集中 我們剛剛講到吃早餐有非常多的好處 有幾種呢我們先帶大家來看 第一個就是可以提升我們平常的專注能力 因為呢我們大腦其實需要很多的葡萄糖 那吃早餐可以讓我們專注力更高 反應也更快而且記憶力更好 第二個我們剛剛也有提到 其實吃早餐反而可以控制體重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我們上午的時間呢 吃早餐的話可以維持飽足感 我們中間就不會吃很多零食 午餐甚至不會過量 所以規律的早餐會平衡我們一整天的卡路里攝取 這就可能有助於我們控制體重 而第三個好處其實它可以促進我們所謂的新陳代謝 為什麼呢因為早餐其實它可以啟動我們身體整個新陳代謝 更有效的燃燒卡路里 第四個還可以提高我們的免疫力 也就是早餐提供身體一整天所需要非常重要的營養 還有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等等的 如果你長期都沒有吃早餐的話 可能會導致慢性病甚至是免疫力下降 最後早餐非常重要的 其實這之前也有跟大家聊過 規律的三餐其實可以維持我們的血糖 在一個穩定的狀態 同時也可以穩定我們的情緒 主要就是因為避免血糖波動呢 就會引發我們有時候會感覺好像比較疲倦 甚至焦慮還有情緒不穩定 那早餐到底要吃什麼比較好呢 因為其實我們過去有跟大家聊過 有些早餐吃起來相對比較不健康 這裡營養師其實有幫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第一個全麥麵包加個蛋 再加個半個酪梨 還有無糖豆漿 或者是燕麥水果優格碗 堅果香蕉或者是莓果 這些都還蠻適合的 如果你是外食族 常常要在超商解決你的早餐的話 中等大小的地瓜一個加茶葉蛋 鮮乳或者是無糖豆漿 其實這都是蠻好的選擇 在這裡提供大家參考 好我們剛剛講到吃的東西 我們要知道說這個 吃的健康吃的營養當然非常重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什麼叫做超加工食品 其實這就是指經過高度工業化 處理的一種食物 通常它有非常長 非常冗長的處理過程 這裡面會添加很多的人工添加物 包含了什麼呢 防腐劑 甜味劑 增味劑 著色劑 香精還有其他的化學成分 而營養師就講了 這種超加工食品 對人體其實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 因為它通常是高鹽高糖 還有高飽和脂肪 甚至是高熱量密度 食用過量的話很容易罹患肥胖 還有心血管疾病 超加工食品簡單來說 就是做了很多額外處理 跟加了很多調味料的食物 舉例來說 平常在吃很好吃的零食 或是加了很多各式各樣的味道的飲料 事實上從過去到現在 一直有斷斷續續的研究指出 超加工食品有可能會跟疾病相關 比如說糖尿病 肥胖或是心血管疾病 可能要注意到的是 這些研究都是所謂的觀察性研究 它可以告訴我們有相關性 但是沒有辦法直接認定有因果性 原因是因為我們可以想像 可能喜歡吃這類食物的人 他也有其他的生活習慣 可能會影響到這一些疾病的一些風險 對 所以我們不能說它直接相關 但的確就是這幾年 非常多的研究都看到了一些危機 比如說我們這幾年 大家都在注意青少年 跟小朋友的肥胖的問題 那美國甚至有一個研究告訴我們 他們的小朋友可能有67%的食物 都是這些所謂的超加工食品 那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 就是很多民眾跟家長需要去注意的 加工食品是相對於原型食物來說 那原型食物基本上就是指我們 肉眼看得到在大自然界 它原本的樣子 那個就是原型食物 那加工食品 它其實也不是說萬般的一個罪惡 那原因是因為加工後 那也許可以讓它的一個保存 是比較好保存 安定的 然後但是也比較多的一個添加物 來讓它變得比較好吃 那無形之中容易就是 比如說吃得過度精緻化 或者是說這個 吃到太多的一個添加物 而危害我們的健康 科學研究指出 像是精緻麵包也跟肥胖 和第二型糖尿病有直接相關性 除了這個精緻的一個碳水化合物 會這個增加糖尿病的一個風險以外 像這個過度的攝取紅肉 像四隻腳的這個肉類 那還有加工的一個肉品 包括香腸 培根 或者煙燻的這些肉品 也都會增加糖尿病的風險 那再來就是這個含糖飲料 大家在分原型食物跟非原型食物的時候 會碰到一些困難 那其實我覺得最簡單好記的方式就是 你只要加了素食在前面的 譬如說素食湯啊 泡麵啊 這類冷凍加工食品啊 你大概都可以把它歸類為超加工食品 對 那當然我們都說原型食物是好的 但其實所有的東西都是過猶不及嘛 超加工食品是經過工業加工的食品 通常預先包裝方便食用 熱量密度高 但營養價值低 在目前的西方飲食中 超加工食品相當普遍 許多研究也指出 它們對人體的健康 會帶來許多負面的影響 超加工食品會對人體造成傷害 主要是因為它通常是高鹽高糖高飽和脂肪 和高熱量密度的食品 使用過量會提高罹患肥胖 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另外大量的食品添加物 還會影響生理代謝 和腸道微生物群的平衡 有一個美國的一個 13萬人橫跨40年的研究 那指出說這個加工的一個肉品 包括這些香腸培根等等 都會增加這個我們失智症的一個風險 影響到我們這個認知的一個功能 進一步了解超加工食品是指食物 經歷一連串的物理生物及化學加工之後 產生的衍生物質及添加物所組成 幾乎不含任何完整的原型食物 超加工食品在加工的過程中 可能會衍生傷害人體的反應 例如加工過程中發生的梅納反應 它的產物跟胰島素主抗和氧化壓力有關 另外加工過程有時候會改變食物的結構 竟然影響身體對於營養素的吸收和利用 並導致腸道發炎 醫師建議盡量選擇天然 為加工的原型食品 像是新鮮蔬果 瘦肉 魚類 和無加工的乳製品等 才能減少攝取人工添加劑 和不健康成分 避免影響健康 TVBS新聞 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